我的天好丑啊 大眼睛鱼的脑袋 感觉蛤蟆腿 这是什么鬼 喂喂 你别过来 姐妹妹 你自己照照镜子 你也想这样吗 我们现在都是史前生物 必须要通过吞噬其他的生物 才能够发育变大 我又是当吃小的世界 那我赶紧去发育 逼个正常人来 才不要大眼睛熟熟的生物 在这里只要吃掉 等于你自己贴的生物 就能不断变大 熟悉的鸭子我吃 天哪 我没养花的 可奇妙这么一件 灵性子里面 这么大一只绿恐龙啊 可吃了大力是一只玩 还是会像中文笑唬人的 不管了 试试就知道 吃 嗯 原来是真的强 小宝卖 那只恐龙不是我 它是这个地图里面最大的boss 只有发育的比它大 然后吃掉它 才能够获得胜利 啊 幸好表姐也还是一只两脚牌净兽 我还以为表姐这么快就发育变大了呢 这么一时赶紧吃肉变大 免得表姐待会来欺负我 我神奇的鸭子时候随便吃 有多少吃多少 我的胃还能招很多 哇 这一只都是肉啊 嘿嘿 这么一大口水就吃 同期加一加一 二十只来才换个场地 这些鸭子很想听海棠走 没门 嗯 真想 小宝卖 海边可是很危险的哦 放心 我这么连活谁能抓住 一把这里的鸭子手吃光光 我就能说四十只啦 嗯 这是二十八级的鸭子手 我错了 我错了 别瞧我 还好跑得快捡回一条命 小宝卖 我等你发育等了好久哦 这时候快到我嘴里来了 我去 到今儿章时候的发育都比我还大只了 小宝卖 别抓我 嗯 可恶 被抓了一次 我的等级就都退了十几 又变成低级的排行兽了 后来这个世界只能用十里之外 我要偷偷发育 然后经营所有人 哼 变起就在附近 现在还不能硬钢 先让我走 去找十几生物比较丢的地方发育 这里就不错 全都是我的食物 一下子就生了六七级 我还要吃 地图都走一半了 地图越来越少 找了两只萤火兽 一口下去又抢了二级 这里还有 肉肉的男人吧你 小奶奶 就算你吃的再多 也没有我等级高啊 哇 哇 我又来了 我妈 艾伯特好可怕 生猪鬼没了 怎么摔都摔不掉 跑 我猪 哦 总被卡住了 体型开刀真是不方便 哎 变起就卡住了 好机会 给你丢一个江湖道具 拜拜啦 不出意外 变起的血条已经空了 我生此机会发育到最大只 我吃我吃 99级100级 终于变成全都最大的生物了 只要吃到迷安鞋 我就能获得胜利 不过买 当然了心 找变起报仇了 小表妹想吃我 才不会给你机会呢 我躲进房子里 不管你怎么摇 都吃不到我 别怪我 但是终于体型 想要躲进房子里了 我的体型太大冲不进去 算了 它跟迷斯拉 就比较简单 臭飞龙的味道也是一样的 我直接吃迷斯拉去 早起的时候 还不够我签压放的 真是管的 嗯 真满足 不够我签压放的